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聽Music體驗的頻道 今天要帶大家開箱的是 AVOICE的TED01G的耳機 因為當初會看到這個耳機 是因為他們AVOICE的耳機的IG 還蠻多發台灣獨立樂團的抽獎文 對 於是我就剛好有幸抽到帕胖團的耳機 對 所以就來帶大家開箱一下 對 好 就是 然後我就說就來開箱了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小開過了 然後就為了測試它的那個性能 然後因為 在就是 Youtube上看到比較少的那個介紹跟開箱文 所以我想說那我就來拍一個好了 首先呢 就是它的主體 就是它的文字 對 然後上面就是那個 帕胖團的簽名 就 感謝你 好 還有 少不了的就是這個 耳機 而且它上面還有寫那個 右跟左 所以就是 按照它的 按照它的 其實它的那個 外觀 上 就是比較亮面型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還不 就黑色的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啦 對 好 然後 來講一下 它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我印象中 是 兩副耳塞吧 而且它 很特別的是從 這邊嘛 對不對 它另外還有附 這個 充電線 集外 一個 我從沒有裡面開 就是 一樣 黑色的 所以就 算是四副吧 超級多的 四副 加上這一副就是 五 五副的 耳塞頭 然後 如果是從 聲音方面表現力來講的話 先講第一個好了 就是 昨天我在測試的時候 就是 我耳機是放 戴耳朵嘛 然後我手機放 那個 口袋裡 然後 它其實中間會有 一點點就是 訊號有點 接收不了的那種 雜音 對 就還蠻明顯的 所以 這是我第一個感受到的 然後 接下來就是 講一下它聲音的表現力 它 聲音會 整個表現還蠻平均的 就是也不會 過多的 可能 增加重低音啊 或是增加 修飾中音啊 或什麼的 對 它整體表現力就是還蠻 一般的 所以 其實它 比較適合就是 聽 情歌啊 或是 流行樂之類的 音樂 對 它比較適合這一類 對 那 但因為也是這樣 它的 就是它整個的動態 會比較 比較便 然後比較平 然後 以及它的 音樂的那個聲音的廣闊性 沒有這麼的 廣 它是比較窄的 所以 欸 它個人 會比較不適合我 因為 其實我聽 聽的音樂比較廣泛 然後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就是鼓的那個 Punch 能夠重一點啊 然後 Bass的表現力 能夠稍微有一點突出啊 所以可能在這 這一副耳機 就不會那麼適合 可是它 就是一般的流行樂表現 是還蠻OK的這樣 對 所以這大概是我 這開箱這耳機的 一個 小小的 感想 對 那 就 如果 大家有買的話 也可以 來開箱一下 就這一個 喔對 它充電非常 就非常非常快 就很快就充好了 對 然後 連藍牙的那個 速度也是蠻快的 對 那大概 開箱大概就是這樣了 對 那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記得幫我 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對 我沒有消失好不好 我只是 出現比較慢一點 對 好 然後 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